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沁 今天呢要來介紹我們全新的六中的主法啦 那麼今天相信大家一定有說到一個消息哦 就是六五中呢已經要被削弱了 我覺得是不意外了 然後這一次六中被 限制的是紫妍的道場哦 因為這張卡片可以很快的讓我們一心的協調怪獸 直接特招出來然後就可以同步我們紫妍啊 那麼我覺得被獻呃 我覺得六中被獻 算是有稍微削弱一點點啊 但是 會變得稍微 比較操作難度會高一些些哦 因為原本呢是可以放控制器啊放狡猾 但是現在不能放狡猾了 我覺得強度是有 削弱蠻多的 因為阿沁在打 KC杯的時候有打到三萬多分嘛 那很多場都是 狡猾救了我一命哦 就是例如說打亞馬遜啊打自閉 這一些牌組 有狡猾的話 或甚至說內戰 不讓對方同步召喚用狡猾都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不錯的 一個效果 然後現在不能放了 那同步召喚也變難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推薦 荒刑版本的六五中啊 那麼絕對是更強的 因為荒刑版本六中 他是比較容易同步召喚出來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這一次六中被砍 然後就浪費鑽石去抽了 我覺得還是OK啦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實戰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了吧 GO OK 來到我們第一場 遇到的是尤貝爾哦 哈哈尤貝爾超怕六中了 我們看看這一場能不能直接屌打 好 那我們這邊發動六中零距離 OK 這裡召喚風魔 好 發動六中的荒刑 OK 這裡直接特招景清 好 那謹慶大家要記得哦 通常召喚才可以發動他的效果 特招手上自信一下六中怪獸 那如果是特招成功就沒有了 好 這邊直接發動六中零距離 哦 又抽到六中荒刑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來 好 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來了 OK 哦 我忘記開零距離了 哈哈 哈哈 忘記開了喔 少抽一張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同步召喚 紫顏 去了吧 好 那這裡的話 好 多抽一張看看 哦二刀流可以 來這邊直接結束 好 這邊剛剛好有二刀流哦 這麼一來就可以把他的 卡片彈回去哦 我覺得OK哦 我覺得OK哦 只是怕對方會防二刀流啦 如果對方有防二刀流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難打一些哦 好 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哦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哦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好 尤貝爾效果發動 OK 騎士我們等一下把他彈回去就可以了 但是呢 彈回去的話 我們必須讓他錯過時機哦 好 對方即將結束回合 好 我們這邊直接發動吧 OK先把他彈回去再說 那等一下再用圓把他彈 彈他的第三階段哦 OK 這邊 哦 極度被向魔龍出來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用圓把他彈回去就好了 哦 那這裡呢 教大家一個小伯伯 發動羈絆之力 然後就可以發動六正荒刑 他的攻擊力來到一千九 我們就可以特招這個 黃遠嗎 是黃遠嗎 哈哈 剛好他攻擊也是一千九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特招 那麼這一場就直接獲勝啊 大家可以看到六正荒刑真的是非常強哦 OK那我們就來打下一場吧 OK來到我們第二場 遇到的是油城時代 那麼這一場很有可能是內戰啊 好 那麼這邊 哦 我覺得很可以哦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來吧 OK 希望可以抽到二刀流哦 好 那我們 這裡的話我會再召喚一隻雞山啊 因為這邊我們召喚此炎的話 哦 如果有另外一隻六中怪獸的話 齒炎 就比較不怕直接被撞死哦 好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結束吧 OK 好的這一場對方到底什麼 哦 結果是心育霞融合我們直接反制吧 因為心育霞融合一卡就可以融合 我覺得真的是 太卑鄙了 我們直接無效他哦 好 對方電子黑暗加龍炮 發動效果 哎呀這邊應該是 哦檢索電子黑暗一刃 我覺得OK哦 好電子黑暗一刃 直接 裝到身上兩千四 哦 發動守護者之力哦 感覺蠻兇的 不過我們有緣啊 等一下把它彈回去就可以了 哦 好 好覆蓋這張卡片 沒有關係我們等一下反制就可以了 OK 這邊啊一絕高下 好 對方很聰明哦 打我們的雞山哦 OK 那就 哦 還行啊 這場我覺得應該是已經獲勝了 哦 哦 他只把一張比翼 連零送到墓地 但是 這一場就是你的死期啊 哈哈 來這邊直接發動紫煙到場 OK 來我們增六重圓 直接把它彈回去哦 哈哈 發動效果 哎 看你怎麼跟我鬥 下去 耶 漂亮 好 這邊紫煙的到場 出了吧 一六重瘋魔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 直接再來同步召喚 出了吧 真六重紫煙 哼哼 感覺是非常的強哦 我們直接羈絆這裡 好 好 這場應該活勝了 給他最後一集 漂亮 完美 OK 趕緊來打我們最後一場吧 六重 完美 OK 終於來到我們最後一場 遇到的是十六葉雅記 我們的荒行六重 即將拿到我們第三場勝利啦 OK 那我們這一場的起手 我覺得 蠻差的 哦 對方是魔法都市的牌組 哎 感覺非常特別哦 然後是搭配這個 哎 魔法戰士破壞者 ok 好 那我們這邊應該是可以來同步召喚哦 好 對方的後台是什麼呢 有點小緊張哦 好 希望不會被蓋起來啦 我們直接同步召喚應該就很好打了 來我們這邊 直接 出了吧 真六重召喚 好 感覺應該是非常穩哦 OK 好 這邊發龍 羈絆之力 直接打過去 好 魔導加速 啊 我們這邊直接無效 哈哈哈哈 哈 你怎麼跟我鬥 下去 手上該不會 哦 魔導加速在目的的效果 哦 我好強哦 我靠 居然玩這種第三的 哎 感覺 哦 蠻強的 又對 你看到 3 把 握 把他笑破吧 但是他卻 他卻跳了 有點奇怪啊 哇 金魔術師不會吧 哇哈哈 感覺好兇哦 哇 對方這個牌組 感覺有點強 哇 要直接炸我們啊 好 我們 我覺得不要開 哦 到底要不要開呢 呃 我覺得 好 先開一個好了 哦 不然感覺 他的攻擊力蠻高的哦 至少把他降到 剩1200哦 好 被破壞了 OK 哇 守護者之力 哇 這個對手感覺還蠻強的 好 這邊被打 哇 3500啊 我們有沒有機會逆轉呢 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的 有沒有機會神仇 六中你距離 啊哈哈 感覺有點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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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應該是非常危險 哦 六中荒行 有機會神仇 來 出了吧 激山 好 發動效果把你彈回去 OK 好的 欸 魔王戰士防禦者 哇他這個太扯了啦 他場上的 哇靠 他一直把場上的技術 拿來擋 哇真的蠻強的 但是啊魔王戰士破壞者 希望可以贏希望可以贏 拜託了拜託了 好好好 還有機會還有機會 來來來來來 有沒有機會三抽 直言道場可以 可以直言道場可以 好 來這邊黃源 直接發動 出來吧瘋魔 OK 好這邊不能自殺喔 自殺的話因為我們血量不夠 如果我們血量夠的話 只可以直接撞掉然後跳圓 再把它吹回去喔 那這邊應該是沒有辦法 唉呀這邊就只能同步召喚啊 好 這邊直接召喚紫妍好了 不然也沒辦法 好出了吧紫妍 希望可以逆轉啊 哇 剛剛對方整個是秀一波 把我嚇得一刃一刃的喔 OK 我是很擔心他這個魔法都市 安底美容這個技術越來越多 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黑羞臉的事情喔 有點可怕喔 喔 結果我們最後終於獲勝了 太神了 哇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辛苦喔 那麼今天這個六中荒刑的版本 就是我們六中被砍之後大家可以 參考一下組這個版本 其實我覺得強度還是不錯的 雖然比原本的組法再會再弱一點點啊 因為已經被砍了 但是呢強度其實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還是有在至少T2之內啦 然後T1就不太一定了 但是操作難度會稍微提升一點 大家有機會就可以多做練習啦 那麼之後 之後真的被限卡的時候就可以直接來 拿出來玩拿出來上網了 OK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今天阿晴的影片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熱點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各位慶奮我們 明天見 GINO